我是看怎麽而已,是以前也這樣 夜代他告訴我說,他沒有白痴的化身 一直飛飛機 好,已經開始了 嗨,各位,RA協會的臉書粉絲朋友們,大家好 午安 那今天呢,是我們2022年的第一場 臉書線上未教講座的直播 那去年年底呢,我們進行了第一場 那相信大家都是對這個直播活動呢 非常的有迴響,還有回饋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協會也是陸續正在更新這些線上的服務 那所以說我們這一次呢 特別還是來進行這個臉書的線上直播 跟大家來做運動 那我想臉書線上直播有非常多的好處啦 就是大家可以比較輕鬆、自在的參與這個活動 那同時呢,也可以就是不管你人在哪裡 都可以直接的在下方留言跟醫生提問 然後來做互動 那所以說在這個不方便出門的時候呢 我想這一個活動是非常值得大家來參與的 那今天呢,協會呢 就特別邀請到高雄農民總醫院的過敏免疫風濕科的 王立峰醫師,來擔任我們的講師 那王立峰醫師呢 除了有風濕科和免疫科的這個專業之外呢 同時他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研究領域 就是超音波 那待會呢,可能在QA的時候呢 我們這邊也可以大家抓緊機會 然後來詢問醫師有關於 超音波在就是檢查 還有就是診療肺風濕性關節炎 或相關關節炎方面的問題呢 大家如果要好奇的話 然後也可以提問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把時間交給王醫師 然後他要為我們來演講就是 後異時代你不可不知的RA大小事 那我們來刷一波愛心 歡迎我們的王立峰醫師 謝謝各位 那今天就是 感謝那個學會 然後請我來演講這一個題目 就是後異時代的內峰是關鍵 那當然就是說 有一些比較熱門的話題 大家比較想要知道 或是說在門診的時候 沒有就是說時間 或是不敢去問的問題 我相信我都會非常歡迎 大家這後面的一個留言 那大家想到一個熱門的話題 大家最近在門診的時候 熱門的話題之一呢 就有可能是 我看一下 就說是兩性平權的一個問題 但是呢 另外一個熱門的話題就是 謝謝力宏 那其實說實在的 這些話題就這樣過去之外 大家還是很擔心的就是說 第一個 我到底可不可以 重點要刮鬍 不要打疫苗 因為很多病人是 他不大願意打疫苗 但就是有一些病人 他每次在門診的時候 我們大概就遇到很多病人 說我到底是不是內峰式關鍵 我用的藥物有沒有影響疫苗 我不敢看門診 拍檢這些問題 那內峰式關鍵的併發症 到底是什麼 這是我們很多病人 很擔心的 那今天呢 學會請我來講說 最主要是希望跟大家分享說 到底 內峰式的一個併發症是什麼東西 那首先我們來看看 什麼內峰式跟 那個跟峰式差異在哪裡 很多人會有這樣疑問 第一個什麼是峰式 峰式病其實就是什麼 很早很早以前 大家就有發現這問題 也就是說 很早以前就會看到 這個歷史記載就是說 有一個國王 他的肩頸就會痠痛 那時候他就已經知道說 可以用一些像甘草 在按摩 甚至熱療 來治療他的一個 崩斯 就是鲁瑪這個疾病 那到後面的希臘人 他們覺得說 他們就相信有個叫體液的邪說 就是說 那個 鲁瑪這個字 在希臘文是壞掉的果汁 他就是有些不好的一個體液 在肌肉關節下面流動 所以讓病人會失痛 失劣感和痠痛 也就是會痠會腫會痛的 是峰式這個疾病 那時候是西波克阿迪 這是一個非常有名的 我們在醫師宣言的時候 會就是 也就是提到的西波克阿迪這個宣言 他那時候在以前就發表過 怎麼樣去區別 痛風跟風濕的 所以這也都是算是 廣義上的一個問題 臨床上我們風濕的疾病 大概分成兩大類 第一類是非發炎 另外也是發炎性 那非發炎的 就是痠、腫、痛這些的問題 像一個慢性的 像危險性的因子 因為年紀跟體重 痠痛、腫痛 你動有摩擦音 像聽到關節 你動的時候就會 backback的聲音 或是曾經有受傷的 他沉漿 他也會沉漿 但他沉漿時間會小於34分鐘 然後跳躍式的發炎 也就是說 這個禮拜比較好 下個禮拜不好 然後甚至有一段時間比較好 有一段時間比較不好 這一類的 至於說像大家知道說 類風濕的病友就會知道說 其實你們的疾病 就是一直持續的 比較不會有這種 跳躍式的發作 這些病人休息會緩解 他活動會僵局 像我們說退化性的關節 無福健這類的問題 至於發炎性的 我們又把它分成 急性跟慢性 急性就是會紅腫、熱痛、會發燒 代表性的疾病像痛風 或是細菌性的關節 至於慢性的問題 所以就像說 它會有除了不一定會發燒之外 它也會有沉漿 休息不會改善 運動會緩解 反正跟非發炎是倒過來的 它比較代表性的疾病 就是我們今天在講的 類風濕關節跟僵致性脊椎 這樣的一個疾病 其實LUMA這個字翻譯成風濕是有打的 我相信各位病友在天氣變化的時候 他會起癢一下 所以我們關節的一個周遭的循環 堆積的乳酸就會造成你痠痛 肌肉跟韌帶也會比較冷 就比較僵硬 所以活動就會不方便 所以你會覺得說 自己好像氣象台一樣 天氣一大變化的時候 就會有這樣發作的情形 另外我們傳統上在中醫裡面講說 風就是來去沒有定時 什麼時候來不知道 什麼時候好你不知道 濕就是像反復發作 所以LUMA翻譯這個風濕 的確是有它的一個道理的 至於說類風濕關節 我覺得那個淚有時候真的是叫眼淚的淚 因為真的很痛 那類風濕關節進來的病人 他通常兩隻手伸出來 這個手都是陰邦邦的 就是全部都是重啊痛啊這樣子 他第一次來看門診之後 絕大部分的病人都這樣 如果是那些進來說 我的手活動自如 門診要進來診間的時候 他要轉握法都沒問題了 但是全身痛的那一類都是一般的風濕 那類風濕關節就是真的很嚴重 他是一種自體免疫疾病 然後每天會持續的發炎 那造成了關節的一個破壞變形 那關節的症狀 包括他局部的關節 那個地方會腫熱痛之外呢 他也是一個多發性的一個關節 特別是手的小關節原主 而且他腫一樣會有所謂的沉漿 就是關節的一個僵硬感 會超過30分鐘以上 所以這樣的病人呢 他的一個關節就會很快 如果不治療的話 就像左邊的症狀腹 那整個關節的關節就會受到破壞跟變形 然後久了之後你的功能都受到影響 那他的診斷方式呢 目前來講我們說小關節的侵犯 特別在手的小關節 最常見就是在我們手腕的地方 跟第二指第三指的一個MCP關節 那另外還有就是說 他是一個多關節的侵犯 那會有類風濕因子跟CCP抗體陽性的一個發現 然後就是說他的發音指數會比較高 反正是CRP或ESR都會比較高 然後他影像學上會看到有些侵蝕性的一個關節 這是目前內風濕關節的診斷方式 但是呢 除了這個關節的一個問題之外呢 我們也會擔心 就是大家都會最近有比較熱門的話題 就是說到底有沒有關節一個外的一個症狀 除了關節以外 我可能我治療之後 我還要注意些什麼事情 那最近比較常見到的幾個問題 就是像是兼職性的肺炎 因為肺部的發炎造成一個肺的腺炎的話 他病人就是會有一些咳嗽啦 呼吸喘到後來甚至會呼吸衰竭 或者他有續發性的乾燥症 嘴巴乾已經乾 他影響生活的品質 或是像一些拱膜炎啊 或是說病人他有可能會出現所謂的血管炎 這顯得問題 那除了這個以外 其實我們臨床上非常常見的 更常見的是什麼 他容易鼓鬆 本身的類風濕的病人可能要吃到類不醇 大概就是年紀也比較大一點 因為耗發人你是40到60歲 然後再加上類風濕關鍵 他本身就很厲害的發育 所以他會加速我們的骨質的流失 然後會造成你的骨質疏鬆 而且你的活動力又變差 所以你的運動變少了 那你的骨質疏鬆 骨折的機會就越來越大 另外一個很常見的一個問題 就是心血管的問題 因為我們在吃一些藥物 不可避免像說消炎止痛藥 他可能就是加速心血管的硬化 或者本身慢性的發炎 他也會讓我們的一個動漫硬化 他也是病人吃了類不醇之後 他打不醇會高 然後他的一個血糖也會高 這些都可能會造成說 病人會有心血管的風險 他實際上我們臨床上 遇到這樣的病人非常非常多 偶爾都會遇到說 病人告訴我說 最近他去做心導管 他裝了幾個支架之類的 所以這些病人隨著時間越來越久 可能遇到的一個問題就很多 那我們今天要進入這個主題 就是大家一直很想知道 就是所謂的 就是堅持性肺病的一個問題 那怎麼叫堅持性肺病 大家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肺就肺 為什麼還有所謂的堅持性肺病 那我們看一下肺部的結構 那是打這樣子的 那這樣很 就是說你這個 我們肺部裡面 你看到像很多的一個 小小的一個肺炮 那個肺炮吹進去 然後做一個氣體的交換 在這個肺炮跟這些血管 這些支撐的一個組織 這不對叫做所謂的 堅持 也就是說 這些地方 就會支持性的結地組織 包括血管這些都在堅持 肺的堅持 那很難想像 那我們就看這個玩具好 所以如果家裡有小朋友 應該就看到很像這樣子 這是肺炮一個一個一個 然後這樣子進去 這樣 所以肺的結構就長這樣 旁邊這些肺炮以外 旁邊的一些支撐的結構 我們都叫做堅持 那我們為什麼會有堅持性肺病 那常見的理由 第一個是吸入性 像吸入失眠 或是煤礦的功能 那些就是說工作的地方 像那個有些在 那個打食廠 在做工作的一些人 那就可能會有本層的問題 那另外呢 藥物 比較常見的是像 一些化療藥 Pleomycin Gemcytobin 或是Mesotracer 這一類的一個藥物 它有可能會造成 堅持性的肺病 或者像是免疫疾病的患者 像乳排囊腸 類風濕關鍵 脊肌炎硬脾症這一類的 它就可能非常容易 會有堅持性肺病的一個問題 我們再舉例來講這個皮肌炎 它皮肌炎有一個特色 就是這一類的病人 它就是看到說 它眼皮的周圍 然後眼皮這邊是有紅紅的一個侵犯 它跟它歐齊不大一樣 大家要注意一下 這是比較 文量常見的一種疾病 但它兼殖病肺病的機會很高 另外就是它手上也會出現這些 所謂的光敏感的症 另外一類的就是硬皮 就皮肤會變硬的 這一類的 非常容易有堅持性肺病 它的特色就是身上會出現一些些 微血管擴張的一個症狀 它手也會變硬這樣子 所以這兩個病人是最常見 看到堅持性肺病 其他像是 類風濕關鍵的堅持性肺病 這幾年也是 慢慢被大家所重視 根據各個研究的不同 大概是 根據文件上記載 大概是6-60%的病人 都可能會有堅持性肺病的侵犯 或者是說我們有一個 雷諾是症 如果說你的手 有看到像這樣子 有血管異常的收縮 這種類型的病人會比較容易 高的機會會有堅持性肺病的問題 如果是在類風濕關鍵的話 有堅持性肺病的風險因子的話 我們知道男生 老年人 後焉的 CCP抗體陽性的 或高疾病活性的 都比較有機會 會有兼持性肺病的一個風險 所以 風險各位病友就是盡量都是要戒焉 然後把疾病控制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這些抗體有可能攻擊了自己的身體 然後找到肺胖 然後造成肺部發炎 然後水腫靜潤 最後那個肺部就會纖維化 然後變後你的換氣功能就會受阻 就影響你的生命安全 那哪些症狀你就要解決 你會覺得最近就非常非常容易累 其實不管是不是有堅持性肺病 如果你覺得身體很累的時候 就還是要跟醫生來講 如果我知道各位病有些什麼 會開慢性廚房前 可是有一些病有非常非常的老子 所以他會講 我的藥還沒吃完 所以我不敢提早去找醫生 實際上 就是當如果你是要有任何的副作用 或者人最近有什麼不舒服 你就應該提早去暖診過號 然後詢問一下醫生 因為有時候 你在幾個像我們在常講的 像有些藥物的副作用出現的時候 然後如果你沒有及早發現 你再繼續吃 可能會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特別像說 像是滅殺除外定 或者是像說 我們在吃的消炎止痛 這些的問題 如果有任何的不舒服 都要提早 應該要回來門診跟醫生談 另外就是病人 他常會會有乾咳或喘 這樣的問題 如果你超過兩個月都沒有改善 不管你是不是有沒有類風濕關節 其實你應該都是要跟醫生談說 你有否可能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然後請醫生再幫你評估 這是我們一張正常的X光片 可以看得到說 正常的X光片 X光透過去的地方 非常的漂亮 大底上是黑的 可是我們來看一下這張 的一個X光片 就是一個堅持性肺病 大家看起來很像什麼 一塊一塊的 這個肺裡面塞滿了什麼東西 就是這個 太刮布一樣 所以有人會把那個堅持性肺病 就叫做太刮布肺 有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我們在檢查 就是能夠確診 就用電腦斷層 去看說他有沒有就是 肺部的一個發炎 就是腺炎化 那一般X光片有時候不好看 就是說他到底有沒有堅持性肺病 那電腦斷層 你就可以看得很細 就是說你的肩 你可以看到很多 這個小小的一個坑洞 肺的肩脂變厚 這些情形 甚至說他的裡面會像毛玻璃狀的變化 就知道說這個是堅持性的一個發炎 我們怎麼檢查 堅持性肺病 除了電腦斷層 這個是黃金的診斷標準之外 我們還常常會安排肺功能檢查 但這個檢查比較麻煩是在哪裡 就在於說第一個 不是每個病人都有很棒吹的很 有的大家身體不太好的時候 他吹不是吹的很好 然後再來就是說一堆人在排隊 所以他做的小姐有時候態度也不是很好 所以病人會跟他講很緊張 還沒有吸氣吸飽就吹了 然後當然出來都不好 就會容易有偶陽性的問題 但另外一個很麻煩的是在現在 這個時代上我們也不知道說到底病人 哪一個前面一個吹的有沒有什麼問題 他會不會有所謂的新冠的問題 所以在這個肺功能檢測 在這個新冠的時代 其實我們個人是比較少在安排上的檢查 我們大部分還是 我自己習慣上還是直接就排電腦亂程 它用黃金的一個 就是它是一個等段的一個黃金標準 那準確性會比那個肺功能檢查來好 那其實肺功能檢查 除了傳統又被這些肺功能去看 它的所謂的第一秒的一個補氣之外 還會長久 它的一個準確率會稍微低一點點 可是它的一個就是說 像我如果搭配上DLC 就是說我們這個肺的一個氣體交換 就是左邊這個 二氧化碳跟氧氣的氣體交換 它通常大概是在中等程度的一個 氣體交換的檔案的時候 那就會看到有明顯的一個肺功能的下降 可是實際上都是要 剛就是病人 有這樣的時候 它有時候會有比較晚一點點 所以還是建議大家還是做電腦斷層會比較好 而且也知道它的嚴重性 那我們傳統上在治療這一類 就是兼職性肺病的時候 會使用一些抗發炎的藥物 那比較有證據的是第一個 ProposibleMine 這個藥物它是就是我們在打 所謂的化療藥 那它對肺的一個功能 的確是有改善的情形 但是很可惜的是這一類的藥物在使用 第一個 不是那麼常用在類風式關節 再來就是說 它在使用兼職性肺病的話 可能病人打一打 前面大概就是被停下來 可是一年之後有可能不再復發 那我們不大可能拿這麼堵的藥 一直給病人打 另外就是還有現在比較流行的 像說在類風式也有效的 像ProposibleMine AntiLeur 還有就Retucimate這兩個藥物 也都有人在使用在像硬疲症 相關的一個兼職性肺病上面 那另外還有就是大家常熟悉的 那個Apacet這個藥物的話 也是認為說 他們的公司也認為說 CCP抗體 跟這個兼職性肺病發作有沒有關係 所以Retucimate跟Apacet 多於有可能就是 能夠減少這個類風式關節 兼職性肺病的禮病的機率 那大家很擔心的就是 萬一我已經有 那是不是有什麼其他的藥物來去治療 所以最主要是我們現在台灣有兩個 重要的抗纖維化的藥物 一個是百零加藥炒出的 益肺仙 就是Opacet 另外一個是日本的 田野醫治藥出來的叫比二索火 這兩個一個抗非纖維化的藥物 那效果 這時候旗鼓相當 那這個益肺仙 大家比較熟悉 因為很多的一個病友 大概有可能都有應用到這個藥物 他一開始用來是治療什麼 治療那個肺癌 他是醫治癌細胞的血管形成 因為他可以醫治血管內皮的生長因子 的受體 跟血小板原性的一個生長因子受體 還有纖維母細胞生長因子受體 所以他們覺得說 這樣子的藥物有可能 可以治療那個肺癌 結果發現 而這些病人除了這個以外呢 他居然還可以什麼 醫治肺的腥瘍化 也就是說同樣這樣的基準 因為有一部分病人 是可以添少 他的肺的一個 繼續的腥瘍化的下去的情形 所以你一開始 醫會先使用在那個 所謂的IPF 這類 那個原發性的一個 肺腥瘍化的一個疾病 那現在健保 因為這個藥很貴 那很多的一個醫師啊 都會請病人啊 來自肺來使用啊 那目前來講健保 他只給付在特發性的 IPF就是所謂特發性的一個肺腥瘍化 硬皮症的一個肺腥瘍化 那他的給付條件是需要 減部肺部高解析度的一個 電腦專程評價 還有病人的一個 用力肺活量 大概50% 如果說這一類的 FVC大約80%以上的病人 你就需要 病例要記者明顯的症狀 比如說病人要咳嗽 有喘 這樣的情形下 我們才可以健保 就是 經歷上寫得很清楚 我們才健保幾乎 那所以有一些的患有 那個病人 說如果是類風濕的 病人的話 他有時候會 胸腔科會使用 就是特發性的一個肺腥瘍化 來去做 試著申請看看 這樣子 但是要注意一件事情 E-FVC這個藥物 他並不是說 就是把你根植 而是說他是延緩 病人的肺部腥瘍化 或是根植的 所以病人他如果肺功能出現 惡化的時候 就是要停藥 所以他必須 他一段時間就要去再測一次 他的肺功能 如果說他的一個 用力吐氣的一個 的一個下降 超過10%以上 那這個藥就會停掉 可是你對這個藥效應 那常見的步驟是拉肚子 非常非常容易拉肚子 病人常常都一面要吃這個 益肺仙 然後一面吃那個戒藥 幾乎是天天吃 所以說是也是蠻頭痛的一件事情 另外少部分的病人 會肝胀的功能指數會上升 所以如果肝功能 大概中等程度不好的病人 就不適合使用益肺仙這個藥 那申請的需要三個科而做 一個要風姿科醫師 第一個要確診他是不是硬疲 或是否有自體免疫疾病的問題 然後還有放射科 放射科要把電腦斷層的告報 也就是說你那個 電腦斷層上面 你要看到就是肺部的一個 侵犯 這以上 那還有胸腔科 合作 因為要申請藥物 需要胸腔科醫師 斷科醫師 去申請 像台南國史以後的一個健保口 那個 抑肺仙這樣子 那 可是會有這個問題之後 有這個肺部新聞的話 要很小心的一個問題 就是隨之 就是肺膏腰的一個毛病 那肺膏腰的一個病人 在LD腸後就一起出現 你看他正常的一個X光變 像左邊這樣子 那右邊這裡你看他的心臟呢 就擋了兩個耳朵出來 就是肺臂的壓力太高 所以他那個整個肺動漫就整個都補起來 那這類的病人也是肺寒危險 然後 那個所有兩個 如果肺 那個纖維化再加上肺膏一起出來 相當相當困擾治療的一個問題 也就是說我們心臟呢 應該打出去的血 就是從左 從右邊的心臟 打出去那個沒有含氧的血到肺部去 這個血呢 到肺部做氣體交換 然後再回來到左邊的心臟 然後再打出去到全身 可是呢如果你的壓力太高 你肺部有很多纖維化 所以這樣壓力太高 那右邊的心臟就會非常努力要血 每天把血打出去 那久了之後他那麼 他就沒有力氣了 可是很麻煩的是 他幾乎是一個隱形的殺手 為什麼 因為我們曾經有遇過病人 一個禮拜前 他還能夠跑 一千公尺 然後呢一個禮拜後 他右邊的心臟功能 完全沒有辦法再長 他就喘到連一樓 樓梯一樓都跑不著 所以在肺高壓是要非常注意的事情 那當然就可以看到說 肺部的心臟就是在突破下 就很明顯的一個大大的情況 然後呢我們在做那個確診的方法 健保的幾乎是希望就是說 你要能夠做心導管 然後去量你那個肺部壓力 這樣會比較準確 因為心臟超過準確性會比較差一點點 那就是說 如果說這個肺部的一個壓力 你看起來超過那個20 在休息的時候超過25mm MMHG 或是說你在運動的時候超過30的話 那就可能就是你有肺高壓的一個問題 那這些病人又分類了 就是說所謂的第一型 第二型第三型 第四型第五型 那我們的病人是屬於在這個左邊這邊 就是說所謂的自體免疫的一個疾病 所以這一類的病人就是比較容易 所以我產生這個 自體免疫引起的一個肺高壓 那治療的話 當然就是像是概率阻斷地啊 或是說現在一些像說 就是血管內皮素的一個抑制劑 或是像是大家熟悉的威爾罡啊 這一類的藥物 那有一些是說這時候就是 這個 這個 這類的藥物 就是說這些呢 都是不得已的 來去治療這樣子的肺高壓的病 所以它效果是 因為它的那個肺高壓的一個 這個抑或實在是相當相當的不好 所以這些藥物都很貴 那回過頭來 我們要怎麼樣減少 這些類瘋式的病嗎 那傳統上我們用了小瘋子痛藥 抗瘋式藥 甚至生物標靶藥類瘋 都是希望能夠減少 把這個疾病整個好好的控制下來 但是實際上 我現在發現就是 久了之後還是效果不好 所以現在還有一新一代的一個小瘋子標靶藥 那小瘋子標靶藥的話 它的一個效果是變得很快 那可以單用 因為畢竟像我們說 你有一個肺纖維化的問題 我們一般 剛剛有說過 藥物有可能會引發這個疾病 所以像我們說 那滅殺除癌D 就不大適合使用 可是我又要控制我的疾病 活著怎麼辦 所以就可以選用小瘋子標靶藥這類的 而且沒有單獨抗體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目前來講 台灣有小瘋子標靶藥是 接眼就是大家所知道 匯瑞公司的 然後就是那個艾滅眼 然後李萊公司 拿到新一代的一個 艾博爾出的一個RAP 那至於那個施密服 安斯泰爾 很可惜去年的時候突然宣布 他們要退出台灣的市場 就不賣了 就還沒有開始禁藥就說 他不要賣了 另外一個藥物叫基力的 Figo Figo這個藥物已經在台灣 也有做過臨床的試驗 但是後來因為 這是美國FDA的一些問題 所以最後Figo就是在美洲還有台灣 就是同一個沒有上市 所以台灣目前有的小分子標靶藥 就是上面這三個 傑義眼跟艾滅眼跟瑞穎 各家藥廠主打的一個不大一樣 就是說這個呢 甚至他們都希望說 我們好多的地方 就是有的是抑制 J1J2這些等等的 都不大一樣 所以還是回到 就是說我們要減少這些負重 在除了醫生跟病人之間 他可能要就是有一個 就是意識到這樣自己的疾病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搭掉治療 因為我們知道裂峰絲關鍵 也是一個自體免疫的疾病 他很難就是完完全斷根 我們有時候要開玩笑說 這些藥若病如果是 就完全 就是誤疾 他不一定表示 你真的是類峰絲關鍵 他實際上真的臨床上 偶爾也不易懂 但是不管怎麼樣子 我們在類峰絲的病人 就是要好好的治療 把你整個身體的疾病 都控制下 他自己減藥或是說停藥這些 都要是由醫生這一端 來跟病人一起合作 因為我們人會有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我覺得我自己還好 這個自我感覺很好 但是醫生來看 有可能的疾病活性不是很好 或者是說你身上有可能 是不是在偷血上 我們有時候有些 病人可能會有一些副作用這些的 所以醫生跟病人端 這邊都要一起配合 然後達標治療 減少我們疾病的一個副作用 因為如果你沒有得到緩解 你的器官會繼續的發揚 到此除了你不扯硬的 關節一個變形之外 有可能 當然骨質素中 或心血管疾病都跑出來 不然就是說 可能會像我們今天講的 堅持性肺病 這些的問題 會通通都出來 所以如果我們達標治療 就可以減少心臟病 減少就是像這些骨身的問題 減少關節的破壞變形 這些的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我們怎麼樣評估 這些治療是不是達標 那就看說 大家熟悉的 DAS10TA ES-CRP 這些 相信各位 病友在那學會常常在聽演講的時候 都有看到這樣的一個東西 對這個疾病的活性指數 應該都不會 非不熟悉 知道 只要有30幾標靶 至少都要聽 FU-DAS10TA 28 當然還有一些在做 接受過臨床試驗的 你會知道說看所有的C檔 跟S檔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那可以自己評估 上網就是說 可以評估一下自己的一個疾病活性 知道自己有沒有 好好的控制下來 那有時候在門診的時候 病人真的病人感多 那病人也覺得他自己很忙 所以呢 躺躺不願意 花一點時間 然後彼此溝通一下 讓我們知道你身體的狀況 你也讓醫生知道說 你有沒有什麼問題這樣子 所以我們以28為例的話 我們當然知道說 如果說你的疾病活性 要2.6以下 就是有疾病的一個緩解 那3.6以下就是 表示你的疾病 要低疾病的活動度 所以至少要知道 我自己有沒有控制的很難 相信各位病友可以 就是現在網路非常的方便 這些疾病的一個 就是說活動度的評估 都可以線上直接來去檢測 他對大家會有一些幫忙 所以呢 我們最後總結一下 就是類風式的治療 要注意共病 因為很多時候 像血壓 默默默默就會高 因為我們大概是 其實人 會老 會有兩個時段 一個是40歲的時候 一個是60歲的時候 那有時候我們寫要開玩笑說 40歲來看病 60歲來注意 反正實際上也是這樣 因為我們人的端粒體 可以用在40到60 所以呢 當然我們大概就是不會有什麼 在40歲跟60歲 會各老一堆細胞 然後就到時候真的會有老化的問題 所以高血壓 糖尿病 普通這些 就會慢慢就會出現了 在門診的時候不要 就是 就是要請大家 自己也要注意 那醫生這一端也要提醒 就是要病人要檢測這些的問題 那堅持性肺病有時候 離床上 可能就是比較不會有那麼大的 就是說 是說症狀剛開始的時候 但是如果說你有 這些 咳嗽痠症狀 就可能要請醫生 幫你評估 一般的停糖的一個S光片 不一定會看得出來 那 所以呢 電腦斷層 如果在一些高危險的病人 有時候還是偶爾要做一下 會比較清楚 來診斷這樣的疾病 那藥物的治療 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了新的時代了 那標靶藥物 都是每一科治療的常態 不管去看心臟科 去看胸腔科 更不用講血液腫瘤科 幾乎每一科都要用標靶 大家對這些藥物 不要太過害怕 目前來講 現在增加很多新的小分子標靶藥 有很多對應的一個選擇 但是效果跟副作用是差不多的 如果不了解這些東西的話 可以跟醫生去談一下下 了解一下我現在的治療 那現在治療是新有達標 有沒有需要換藥 這些 那我們現在就是有這麼多的藥物 可以是病有治療的一個選擇 把疾病整個好好的控制下來 還有什麼問題都要跟醫生來詢問 這樣對自己好的疾病控制 才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解決之道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那我們現在先謝謝我們的王立峰醫師 為我們帶來這麼精彩的講座 那我們先請王立峰醫師休息一下 那因為我這邊協會還是要做一下工商服務 這樣 那今天的講座呢 協會有設計一份線上的問卷 那請大家在講座結束之後呢 在我們的聊天室裡面有連結 那或者是說等到你的螢幕是靜止的狀態的時候 用你的手機來掃描這個QR Code 那進入我們這個線上問卷的填寫 那完整填寫完的這個網友們呢 我們會做出五位觀眾朋友 然後來送出協會的好禮 那協會做這個問卷呢 是希望就是說了解大家在參與我們這個線上直播之後 有沒有一些特別其他想了解的地方 或者是你有興趣的主題 或甚至給我們協會一些加油打氣和回饋 那協會就會把這些意見收集起來 作為未來就是舉辦活動的時候的重要參考 所以要先提醒各位網友們 待會再收看完直播之後呢 這個影片會繼續留存著 那如果說你今天剛好沒有時間跟上我們的直播 你也可以再做回放 然後再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影片 然後看完之後記得幫我們做一下線上問卷哦 那在進入這個QA之前呢 其實我知道就是我們在那個醫師準備這個講題的時候 我有今天看過醫師的那個PPT 然後總共有五十幾頁 所以醫師在準備今天的講題都是非常非常的用心和認真 那礙於時間的狀況 我們就也是非常精華的來做呈現 那當然醫生就是遠從南部來到北部 為我們做直播這麼難得的機會 我們也知道就是說 我們在之前就已經跟病友收集了一些相關的問題 然後要來請教醫師 所以我這邊呢 就是有一些QA的問題 我們來請醫師來幫我們做回答 好 那首先第一題是 蠻常在服務的時候有遇到就是說 病友常會反應說 奇怪他抽選的時候 CRP 葉雜的指數都不高啊 可是他的手腕啊 肩膀啊 腳踝啊 就會特別疼痛 這些個別的關節會特別疼痛 那這樣的狀況是能夠有什麼樣的檢查 然後或者是什麼樣的方式 是能夠了解個別關節的受損或是發炎狀況呢 這個我們想請醫師來幫我們做一下 這個臨床上 我遇到像這樣的病人一點都不少見 尤其像說我們有時候用某一些藥物之後 CRP 稍微高不起來 但其實傷害會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真的有問題 也就是說這些病人他是真的有問題 只是我們用了治療之後他的發炎指數高不起來 結果本來就高不起來這些病人 那這時候我們怎麼樣去評估他呢 我們可以用超音波下去看 如果說他有明顯的一個發炎的狀況 那他的一個就是說 我們看到上面發炎的狀況非常的高 再用使用超音波來看的時候就知道說 這次病人是真的有問題 那但是問題就是說 有一些病人呢 其實他有別的事情 他可能去發肝燥症 因為膝微性肝燥症的病人 他對這些他的疼痛 有時候不一定單單純純是因為關節的關係 有時候肌肉肌腱的一個疼痛就會引起這樣 或是所謂的纖維性基層症的一個症狀 他就會感覺到關節會疼痛 那這類的病人他用超音波就看不到他明顯的發炎 那另外還有一類的病人呢 是因為我們內風式的病人 畢竟我們不可能一開始就被確診 也不可能一開始就馬上用到一些生物標靶藥 或者現在小分子標靶藥 他造成病人的關節多多少少都已經有少數 所以一些病人他的關節就是已經有退化的情形了 這時候他的過度使用就有可能會讓病人的關節不舒服 這類的病人屬於是比較說類風濕 然後在家他關節被破壞了 所以他活動之後造成疼痛有點像退化這種 那這個你超音波也可以做見譽 那還有就是說有一些病人他有別的問題 像我們久了之後 畢竟他有的病人可能是糖尿病 以前沒有啊 給你看的時候沒有 後來他會發現慢慢年紀越來越大 那糖尿病的病人他也會有這些症狀跑出來 所以這醫生如果說有看到像這樣的情形的時候 其實一個簡單的超音波 就可以看到說到底病人是真的在發炎 可是他不是真的發炎 只是他是因為其他方法退化或其他的一個理由 所以骨骼肌肉穿搏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道具 有時候會比我們西亞畢業上 可能更方便一點更直觀 謝謝醫師的解說 因為我相信這真的是大家常常遇到的困難和問題 就是想說治療下去了 那但是為什麼還是有不舒服的情況 那通常我們也是會請病友就是 還是盡量在回程的時候 能清楚的跟醫生做表註 然後醫生再針對你的問題去進一步的安排你做檢查 或者是甚至去做藥物的調整 那再來第二個病友會常遇到的問題 就是說 其實有些病友常常會有關節積水的問題 那想要請問醫生就是說 遇到關節積水的狀況的時候 後續通常都是怎麼做處理的 一般來講我們如果遇到關節積水的 絕大部分的時候呢 我們就是可以的話 在門診我們大概就是幫病友抽出來 因為馬上就是症狀感染 另外一個就是評估 那個水倒是偏 還是發炎的 像類風似這樣不難的話 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說他可以 看看是不是退化那一類 因為有些病人他就是關節就退化掉了 所以有時候在我們沈重關節 像膝關節 歪關節啊 這些地方他就會有積水 他那樣水不是發炎 是一般的退化的一個積水的問題 那還有一些病人他是 就是說 如果抽出來他那個水 的時候像是一些 運氣不好嘛 像感染的這些的 這也可以就是做一個健美診斷 我們就會知道說他那個關節的 如果有水的話 盡量是可以抽出來 會有一點 那甚至我個人的話 會就是說 建議說有些病友 因為他 我們知道類風似的病人 他關節退化的變成 退在膝關節 可能他30歲的類風似 40歲的關節就退化了 那時候偶爾還是 我們像說他積水出一碗之後呢 我們再加一點玻尿酸 並沒有說不好 而且可以明顯的改善 病人的一個疼痛跟他的功能 所以如果當你有疼痛 有任何的問題 你還是肯請醫生評估啦 那當然積水的話 當然最好是 我們直接看到他有積水 在這樣沖嘛 所以就是像我們說 蒼泊就是一個非常好運的東西 我一放上去就知道他有沒有積水 否則有時候才老半天 病人只是像我一樣 像胖子 脂肪在堆在那裡 看起來很腫 他一點都沒有水 你脫老半天都沖不到水 那這就尷尬了 所以蒼泊 像這塊也是非常非常好運的一個標準 那延伸下去還有一些問題就是 醫生除了把我的積水沖出去之後 很像還會打進一些藥物 那通常會打進哪些藥物 我們一般講我們打藥物的話 分成幾種 第一個就是說 就是會 每個國家做法是不大一樣 在台灣最常見的做法就是打類物蠢 就是說我們直接給他消炎 那可是打類物蠢 他消炎的話 會有幾個要考慮要小心的事情 就是他不能一直打 他劑量如果打太多的話 其實關節他也 軟骨會提長的會化 會對身體會有什麼的比較不好 對骨頭會比較不好 所以呢 但是不得已的時候 我們通完之後 當然還是要去回歸到源頭 就是他是退化到什麼 是說他是本身類鳳之 我疾病控制不好 我造成的 你沒有把他疾病控制好 他的腳就會一直在積水沖發炎 對 所以還是要看情形 對 好 那其實我們知道利鳳醫師 有發表過一篇論文 然後是有關於超音波跟 軟骨代謝的生物標記 那這個議題可不可以挺 就是醫師簡單的方便說明一下 怎麼用生物標記來診斷最終關節 沒有我們這個生物標記診最關鍵是說 我們其實就是這樣說 如果我今天 就是我那時候的想法是 如果說我的病人他是有疾病的活性 那退化是不是特別的快 如果說我的疾病人疾病 活性控制下來了 那是不是我的軟骨就比較不會破壞 我就以後比較不會退化 那當然結果是 就是我們控制好 那才關節比較不會壞掉 以後才不會退化 所以 當然因為當時 我們沒有很多的藥物可以選擇 那但現在有很多的標靶藥物 可以控制到 病人的疾病活性被疼 非常好 那這樣的情形 才能夠減少病人的一個退化 對對對 所以這個東西也是源頭就是要顧好 對 然後後面才會減少這些帶來的損害 是的 對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線上的網友們的一些提問 好 那首先從這邊開始 這是問說血氧素是不是 血氧素的確 我們血氧有個問題 就是說有個矛盾的地方就是 我們要低到一定的程度 你那個做出來的血氧才會變低 那所以那時候就病人都已經滿喘 那另外一個就是 還有一些病人是雷諾 也就是說我們在做一般夾手指的 那種血氧肌的一個檢測 如果你雷諾是真的準確性就會上的差 或年紀太大血律循環不好 這種也會比較沒有那麼準確 對 那所以血氧的檢測是有一些確定 但是不管怎樣 只要會喘 也不管你血氧多少 你都應該還是要去給醫生看見 為什麼 有些病人是心臟病人前 對 對 一般來講高壓跟低壓的一個差別 就是說 大部分低壓不大會變 低壓就是有時候是填什麼 那高 那個高血壓的部分的話 他 就是你可以想像就是說 我們 高的部分就是說我們心臟打出力量 他第一個就是他鬼毯 所以鬼毯就是跟我們 你給就是血管的硬度 會比較有關係 你血管比較硬的 低的壓就跟壓力會很高 你血這樣子 那當然還是盡量說控制在那個 1380 他有些病人是天生的 他的就是血壓就是低的低壓就很低 他這個是沒辦法 他其實我們也跟自動量血壓計也有關係 你會發現在房間 不管是大台的小朋友 自動量血壓計 只要是胖的 他要量那個疏張壓都會高一點 所以他的準確性就好 我覺得還說病 要看 因為還是有看醫院 理論上我們希望就是在每一個科都可以看 可是像我們那個高雄農民總醫院的話 在那個心臟超人坡的檢討 他就規定只有心臟科醫師 還有心臟外科醫師 然後就不得已我一定要請那個心臟科醫師 幫我做這個檢測 所以病人就變得好 那有些情況下 因為他規定 像他規定說 胸腔科醫師才能夠開立那個 肺堅脂的一個 肺堅脂 肺纖維化的藥物 那我只能夠請病人 這樣子 那我大部分我的習慣是 因為其實還是有分醫師 習慣我們自己科里面醫師 每個人做好就不大一樣 我的話是定期大概就會幫病人測一下 像血壓、膽固醇、血糖這類的 這些東西 偶爾想到會給病人做個補充的一個檢測 但是並不是每個醫師都會有這樣子的習慣 所以我覺得 這個問題就是 當然是說好的話是說 如果分很多科看 也是就是每個科都他的專業 但是對病人來講 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麻煩的問題 所以我個人是習慣 喜歡就是說如果可以的話 我能夠幫病人做的我就盡量 在我的門診裡面就一起做 但是實際上如果真的沒有辦法達到的 那我就只好請他 也再請其他的醫師一起配合 盡量排同一天這樣子 謝謝 光潔對抗 一般來講 我們一般來講說說 我們會有幾個治療 在內科的治療裡面最常用的就是說 微穀液 那比較有意義 就是他其實是有一點幫忙 但是就是要說 我一般來講 盡量就是說 他有黃氨成分的 另外一個 效應值通道就是西樂堡 相信各位病友都應該很有經驗 就是 這個藥 也會有一點點效果 就是像黃氨西樂堡 然後還有就是一個 就是第二型膠胺 這些是口服藥裡面 比較確定有效一點的藥 那至於說 現在比較流行的像玻尿酸 玻尿酸它是像是軟骨那種 那個軟骨裡面那個就是 我們想像那個關節有退化之類 它那個軟骨會裂開 可以像那個海綿 那個骨頭的外面包著一層海綿 裂開 像小朋友玩具那個海綿裂開 波納酸有點像是這樣子 黏起來 可是黏起來之後也抵抗了 它就是半眼就要白 它另外現在新的一個治療 就是所謂的PRP 那PRP就是希望就是它 像骨胎劑一樣 我就把它去這樣子 可是它的缺錢就是說 如果我直接注射 就常常沒有注射到那個地 但那個量不確定 那PRP一般建議要活化耗磁 所以比較有效 比較確確的證據是你要看到 所以把裡面的結構處理完 然後順便看到哪邊有洞的 然後把PRP那一塊再貼上去 那個效果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目前台灣比較常見就是 阿根三種這兩個醫院的做 那附件當然會有幫忙 為什麼 我們關節在那個 那個肌肉的圈 是能夠保護 很像那個鎧槳一樣 所以說如果你的關節 像我們在躺下去的時候 你腳是其實你可以注意到 你的腳一瞬間肌肉是收縮的 然後你腳在躺下去 這時候你那個反作用力 就會被肌肉吸收至少 但這樣你的關節才會壞掉 可能如果說像我們談到病人 或是我們肌肉比較比較不好的病 他躺下去的時候是這樣 他整個力量都幾乎被關節收吸收 所以這些病人退化就會更快 所以我們說復健可以減少這樣的情形 可以減少肌肉的萎縮 他當然我們說吃一些 魚蛋奶肉 這些比較有營養的東西 他肌肉也會比較有那個成分 所以我們肌肉營養比較夠 他再加上有復健 就讓肌肉比較強壯 就比較不會折退 好,那接下來一個問題也是常常會遇到 就是說有一些RA的滋生病 有就是得了RA9之後 會開始眼睛肝啊 嘴巴肝啊 或甚至皮膚肝 有陸續這樣的症狀出現 那後來你會發現說 這可能是RA的常見病發症 就是修改氏症 那如果懷疑自己有修改氏症的話 要怎麼這樣透過檢查 跟一些影像啊 或者是檢查來做確認這樣 那目前來講我們在修改氏的一個 就是把它分成兩類 一類就是所謂的原發性 就是沒有其他自體免印的 在修改執政 另外一個就是續發性 那診斷的一個部分的話 我們目前來講是 一鍵保局的認定 它是一定要抽血的 你要抽血的是SSA SSB 或SSB陽性 那另外一個就是 如果你這兩個是陰性 那你就一定要做那個 唾液線的一個切片檢查 它有辦法知道說它是不是所謂的 口修改氏症 這樣子 所以當你有症狀的時候 你排除掉病的人 有在吃一些特別的藥 像神經科的藥 或是一些會 像抗體肌痰這類的 可能就會乾的藥 還有一些吸乾 還有一些其他的問題之外 那你就是也可以去做抽血的檢測 遵做第一關的檢查 來看看你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可能性 當然實際上我們可以直接打開你的嘴巴 你的舌尖頂上 你看看你的那個舌頭下面 會不會有口水 如果都沒有口水 那情況真的也很難 不管是什麼也造成的 這樣也是要注意 我們臨床上 現在這一類 那個類風濕有乾燥症的一個病人 會比較可憐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目前這一塊 研究第一個不多 然後也缺乏比較有效用 雖然我們有些增加口水也要 但是超人工口水 其實但是對半人的幫忙還是有限 不過當有症狀的時候 還是要跟醫生去看一下 然後來去做那個檢查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那其實在今天的直播之前 我們有先跟 就是醫師有先做一下聊天 那醫師有跟我們分享到就是說 他其實非常歡迎 就是病友在每次回診的時候 有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都可以跟他討論或詢問 就像是 病友可能有時候會聽到一些 什麼樣的保健食品啊 或什麼樣的一個保健方式啊 能夠緩解類風濕性關節炎 或者是緩解你的肢體免疫疾病 可是經過醫師幫忙 審視和檢查之後才發現 你吃的東西大有問題 那所以我們就是說 醫生這邊是不是也要呼籲一下病友 就是說 你在做任何的決定之前 那是 是不是要先跟你的主治醫師 先討論一下會比較好 對 我是建議說各位病友 如果在吃很多的健康食品 可是人之常情 那就覺得說我是不是要保養一下 可是有時候那個保養 要保養一對方法 你那個花大錢不一定 反而是傷身體 所以如果在吃任何的藥時候 讓醫生知道一下 像如果說你 像我個人其實不會反對說 病人去吃什麼中藥什麼那些 但是有些中藥是不能吃 或你的身體狀況不適合吃中藥 但你如果腎功能不好 這些病人就不是了 或是像說有些增加 讓免疫功能變得太亂了 更亂了 想說磷脂辣 冬蟲下腫 這類都盡量要必備 如果是一般的 偶爾有些吃一下 我個人都不會什麼 但是你在用這些藥物之前 就是健康食品或中藥之前 能夠讓醫生了解一下 你目前在使用這些藥物 我相信會對你的疾病控制會更好 那目前來講 這個疫苗打完了痠痛這個問題 這個是非常常見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疫苗會引起 就是我們自體免疫疾病 有兩個一個變化 第一個 我們在疫苗 為了讓疫苗能夠產生抗體 我們裡面會加一些腐劑 讓我們的一個免疫活性會增加 不可避免的就有可能 有些病人臨床上有一點點痒 日期免疫的體質還沒有發 然後打了這針就花錢 這樣有人就發 左方斑朗腸就發作 也許原來只是偶爾會有點臉紅 有點會就是掉頭髮 突然就變成腰斑朗腸 或者是類風是關鍵 他已經CCP 底有陽性 低陽性 就一打就超過340人 然後全部的關節就腫起來 這些有問題 因為他有這個疫苗 會讓我們的免疫功能發生 但是 對面如果你的疾病控制很好 沒有在吃藥 這種情形就很少 但是有一個情形就是說 我們打疫苗的病人 他有機會會再 會產生幾種自體免疫的抗體 這個實際上我們臨床 在今年的美國 公司病醫學會上也有報道說 紅白狼腸的 硬皮症的 乾燥症的 皮肌炎的 他們會有機會產生 這四種的自體免疫抗 所以原來你沒有這樣疾病了 或是沒有這個疾病 就容易復發了 所以有時候 我們還是回來 門診評估一下 到底是真的疫苗的補足 還是說 這是剛好疾病發作這些的問題 因為自己總是很難停估自己 那回門診來給醫生看一下 沒有什麼不好 而且如果真的將來 像現在第三劑疫苗的一個話題 這麼夯 如果你已經打了 有誤副作用 醫生也只能夠幫你開診專書 要不然的話 常常有些病人就真的很乖 他第一針打了之後 他就氣蠢發作 結果他衛福部跟他講說 你要來打第二針 第二針就休克 然後來急診 那是有 所以還是希望就是說 當有任何的問題 你們兩個找醫生 才有辦法做到一個 好的一個急診 推化心的關鍵的積水 一般骨科是這樣 骨科決定 通常大部分會建議什麼 因為他們現在都是開刀 才找骨科 比如不開刀的問題 你找骨科通常大概 他不大會管你 因為就是說他就可以開消音指控 可是骨科醫師 他們檔子都比較大 他不大會去看你肝功能 腎功能好不好 就是吃嘛 消音要吃一吃 那另外就是他們也很少說會特別 就是幫病人就處理积水的問題 那就直接打玻尿酸 就直接打癢癢 可是會造成就是說 我們知道玻尿酸 這一類的就是吸水 所以打完那积水的話 沒有先處理好 那可能會积水劑的更多 所以我個人會建議說 或者是單純的積水的問題的話 還是要看免疫風刺科 除非就是我們怎麼治療都不會好 那可能要換人工關節 就要找 醫生都說 就是說不要想太多 我個人覺得說有些疼痛 我剛才想過 雖然說有時候是虛發性乾燥症 或是其他的問題 你可能還是要來看一下醫生說 他到底是有時候是肌腱 他不好 他自我密過的病人 他肌腱就是有失裂傷 那所以他的疼痛來自於 他本身就是關節有退化的問題 這時候我們就要去用超音波 或其他的方式來去評估 這是不是說關節本身還在發炎 他其實像剛才講的糖尿病的病人也是 他病人 他可能類工師好多年 他一直在吃類固醇 後來糖尿病跑出來之後 他跟我們講他全身都在痠痛 他痛的地方就會發現 他結局就變成 我結局50件 所以你除以他的血糖 這些用一些循環的藥 病人的症狀才會改善 所以我覺得讓你有不舒服 你就是應該要跟醫生來談 特別在有一些藥本身 他CRP ESR就會降 所以你量出來的指數就一直低 所以像是我們要說 像是安庭熱 或者像這一類小分子標發量 就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指數都很漂亮 可是病人就會痛 所以還是要請醫師來評估一下 那有關於剛剛那個問題也是延伸到 就是前一陣子我在服務病友的時候 那他是說正在使用的生物激劑 使用下去之後覺得效果沒那麼好 他如果要跟醫生討論去申請換藥的時候 他這個程序和時間的時間序大概是怎麼樣 那一般來講我們會盡量說 如果生了心情 生了肢肌之後 他有些當然就慢一點 像是我們說 像是那個恩瑞書 他速度就很慢 那有一些就很快 那所以呢 現在為什麼我們在國外他很常推 就是那個小分子標發量 就是因為 第一個他效果很快 我就知道說他有病人到底有效沒效 沒效我就趕他換 對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通常會建議病人至少用三個月 如果三個月 他真的效果都出來 這類的藥就很不效 所以至少要等三個月的時間 你不舒服你跟醫生好好講 我相信醫生 以我認識的風濕科醫師 都大部分都還蠻nice的 你應該很少會病人 如果說會有什麼問題的 不好的 或是脾氣很不好的 這樣的情形 我個人認識的這些風濕科醫師都很好 所以不用客氣 因為關於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們也衍生到就是說 我們蠻鼓勵病人 可以使用一些小工具 然後來增加 你看醫生的時候的一些準確還有速度 你可能要先把你的 關節哪裡不舒服描述出來 或你最近發生了什麼事 描述出來 或者是你有想問 什麼問題整理出來 那其實你這樣 你去看醫生的時候 才能夠比較精確的表達 因為我們有知道 就是有時候 我們去到醫院之後 可能匆匆忙忙的 很多事情都會忘了 那忘了之後 你又覺得說 那要下個月 下下個月才能夠問到醫師 所以前一陣子也有 我就是病友跟我分享說 他使用了協會提供的病情紀錄卡之後 很明確的很快速的給醫生看過 他大概就知道 你想表達的是什麼 然後你現在的 身體不足足的狀況有什麼 那也跟他成功的就是討論了 患藥的這個問題 那所以說我覺得現在有很多小工具 大家都可以比較是精確的使用 像是健保也有一些APP 那你可以下載之後 把你的這些檢查啊 紀錄啊 都輸在裡面 那一目兩瞞 那如果你要有什麼樣的問題 跟醫生討論的時候 這些小工具都可以幫助你 非常快速和迅速的表達你的 就是期待和訊料 那我們今天的時間有限 也非常謝謝王立峰醫師 特別花了那麼長的一段時間 來解答就是這麼多這麼多的問題 那我相信病友們在今天的問題之外 其實還是有很多 你覺得沒有機會想到 或沒有時間想到 想要多了解的 那也歡迎繼續在我們的下方留言 那我們這邊會做一個整理 那如果說就是醫師 我們會再把這個問題呢 轉給他 那他看過之後覺得 今天可能前面沒有回覆到的話 那我們再做一下整理這樣 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王立峰醫師 特別從南下北上來為我們 呃就是主持那樣的一個直播的活動 那我們謝謝王立峰醫師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下次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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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